台中知名的橋原飯店經營了二十多年 其實不少新人宴客首選場地 但如今這不抵疫情的重創之下 即將在六月三十號那麼吹息燈號 同樣受到疫情一傘 不得不劃殺聽審點 還包括有陪伴臺中原 走過四十一個年頭的二輪電影院 萬大夫 台中老師號二輪電影院萬大夫 不抵疫情將在六月一號吹息燈號 不知道蠻可惜的 怎麼說 因為這間蠻久的 蠻可惜的 從小看到大 聽到從小看到大的電影院要關門 不只顧客心中滿是不捨 連工作人員也充滿惆悵 我們預計本來是到六月底 只是可能是因為疫情在嚴重的情況下 老闆就提前 其實自己可能心裡也有數了 因為從去年 我們就有先停業過一段時間 只是今年因為疫情又更加嚴重 陪伴大家走過四十一個年頭的萬大夫 疫情前一天有幾百人買票看電影 如今是不到一城 業者只好忍痛歇夜畫下停損點 一帶來日 疫情何緩 再決定要不要重新營業 受到疫情重創的還有這家經營二十多年的 橋原飯店是不少新人驗客首選場地 聯署公告營業日最後一天到六月三十後 還沒有使用完餐券的客人得在結束營業前消費完畢 飯店地點位在台中七期不僅是精華地段 土地面積又夠大價值不言而喻 市場上也不斷傳出地主有意賣地 不過都沒有獲得證實只不過疫情繼續燒下去 也讓台中知名的電影院跟飯店接連走入歷史 記者 科企高 富麗嘉 台中報導